大家好,我又来了 这次的猫爪可以命名为五彩云爪的猫爪 这次是我画时使用制作时间最长的猫爪之一 因为里面有五层的云彩 都是我用笔细一层画上去 然后下一层笔绞,再画一层,再下一层笔绞 一步一步慢慢画的 所以这次的猫爪使用的时间是最长 整个视频的时长是七分钟 请大家耐心的观看,谢谢 从侧面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颜色的丙细画的 然后都需要至少一到两天的时间去固画 画笔细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 我待会会详细的提到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猫爪的通透度很好 而且基本上我好像也没看到太多的气泡 所以整个猫爪都还可以 后面是最简单的赏片 那我会给大家看我所用到的赏片 前面用到的是银色的碎石 两个猫爪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所用到的材料也是一样的 只是云朵的形状有点不一样而已 云朵要会画的时候其实很难画 因为我是在猫爪的模具里面画 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画到模具上面去 所以整个而且要把握住 丙细画云朵的时候画的光滑 边缘要画的光滑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等会儿的丙细的画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瑕疵 所以我在前面的地方用了一些闪片 遮掩了一些裂纹 可以看到我用了一些闪片和银色的碎石的目的 有一部分也是为了遮挡裂纹 而且有的时候丙细直接倒下去滴胶的时候 当然是等丙细干了之后再倒上去滴胶的时候 因为丙细表面不平 所以很容易产生很多小小的气泡 这也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的猫爪 制作过程当中我自己学到了挺多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次的五彩云朵 其实不用画这么多层的云朵的 我自己后来觉得差不多画三层左右就够了 画五层说真的真的有点都快画到顶的感觉了 这个是制作方法 底下的就是先上一层透明的滴胶 然后用的是这三种闪片 蓝色 五角星的透明色 然后是银色的闪片 就这三种 它透出了一点紫色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第二层的闪片中有用到紫色 但是这一层我是没有用到紫色的 看到第二层 我用到了一点点紫 不对 那应该叫第三层 就这一层 我用到一点紫色的闪粉 粉色加上紫色 我发现这个形状的闪片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 在灯光下比较明显能够看到一点点紫调和蓝调 前面的这个碎石使用的是这一包这种 它这个碎石的尺寸很小 我很喜欢这个银色的碎石 我觉得闭路的颜色大概就是银色 金色 这两个是比较经典的颜色 用这个可以遮挡很多东西 我还用了一些金色的小闪片 也是用来遮挡那个丙溪的裂纹 这个是开始画的时候用的第二层 就是说第一层粉色画完之后已经倒了一层低焦 然后是第二层 然后再倒一层低焦 然后就现在是第三层 第三层的时候 我尽量往马卡龙的浅的颜色上调 画的时候我画得非常非常的慢 这是倒完第三层低焦之后 干了后的样子 能够看得到有一些裂纹吗 我学到的经验就是 丙溪层一定要薄 不能太厚 薄而均匀 然后丙溪到表面干了之后 就要倒进低焦 不要等到整层丙溪都干透了 那样的话裂纹会很大 干到表面干的时候 就马上把低焦倒进去 这是我的经验 要不然的话 裂纹很大的话 会显得很丑 然后现在还有个挑战就是 它的边缘到底要画在哪里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慢慢自己总结经验 总是能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是两个不同的形状的云朵 这是第四层 第四层都已经快触及到猫爪 模具的顶部了 所以我后来又 使劲的加了第五层 粉色 因为总觉得黄色作为最顶层 不是特别好看 然后现在是加字 大家能看到我的粉色有裂纹吗 因为当时我忘了 马上倒进低焦 结果等到粉色都干透了之后 裂纹就很明显了 所以等一下我是用了金色的闪片 一点点的把裂纹给遮盖住 还有银色的碎石 有每次做猫爪都能学到不同的东西 但是这一次真的很喜欢这种五彩的 拼凑在一起的感觉 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废实 要不然的话没有特别多的注意事项 这个就是最后的成品图了 希望以后能够用而秉析做出更多的猫爪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